吃完番茄出发 你天堂给我走的 我觉得这边水果粿就吃了番茄的了 哎呦怎么掉了 不给我走的你看 这个好高 够肯定够吧 看一下 可以 可以吗 可以可以看到了 小心右边的车 这个坡这么高 这边绿绿的拍出来好好看 一副夏天的样子 感觉这边一年四季都这样子一样 太亮 走 昨天晚上没有看这边的风景 白天欣赏一下 对眼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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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势力 走这种路 这绿绿的家长老房子好漂亮的 这小龙子在我们这边安家了 我们车顶上有一只虫子 在我们那里安家了 对吧 我开车呢 这个风都刮不了 刮不过它 太搞笑了 小家伙 帮着养蜜蜂 这是养 我这个什么呀 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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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家伙 去找 去找属于你的地方吧 这里不适合你 快走吧 呵呵 看好 你们这边 你这边请养蜂蜂蜂蜂蜜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怎么那么湿啊 我也像下雨滑坡了吗 容易泛水这边 这是一辆什么车 直播车 厉害 现在什么车都可以开到西藏 冰冻车也可以 直播车 太轻比较好停了 我们要停下来了 刚刚那个路上堵车堵了很长时间 堵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 我们现在把车开到了通卖 通卖 通卖镇 今天晚上我们打算就在这边过夜了 就不往前开了 因为山上可能待会要下雨 这边休息一下 旁边还有一个卫生间 这卫生间还挺干净的 还不错 回到车中 可以吃饭了 中五顿的鸡汤 然后现在可以吃了 看这狗子 在这里看门看累了 就这样躺着了 你挺会找舒服的位置 给你吃个鸡蛋 给你吃个鸡蛋 要不要 看看今天泡的鸡爪 有没有成功 那必须看一下 熟了没有 又吃了 有时候拿鸡爪 你看这狗子立马上来了 你也想吃鸡爪 你也想吃鸡爪 我那时候我就 尝两个 这里都是有个蛋子给你的 说吃了 大家开心 你看到 这个蛋给你 蛋黄你吃 会不会腌掉啊 这样给他 不会 来坐下 小口 别腌掉了 我尝尝这个鸡爪 好了 鸡爪你就别吃了 我们吃鸡爪 看着还不错 颜色对了 颜色对了 是不是那个味啊 没有其他乖乖的味道了 就差这个时间了 明天感觉更入味 嗯 嗯 你也就告诉他 搞不错 我们晚上就吃点面条好了 哇 这海拔两天 然后这面条终于终于煮熟了 终于煮熟 好久没吃这个苦桥面了 挺好吃的 我觉得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配点鸡爪 嗯 嗯 香啊 今天我的鸡爪做成功了 庆祝已经 天呐 你要喝啊 鸡爪好不容易又做回来了 对不对 味道又回来了 奖励一杯 那啥 又有这个喝啤酒了 那必须的 嗯 后缆上打开来的话 我们的侧缓打不开 要不然的话会影响路边 所以呢我们就 就这样吧 万一在后面断裂身体了 真的是跟傻一样的 爷 爷 爷 你要来那个鲤鱼打艇吗 我这倒立 倒立 傻子一样的 现在外面还挺安静的 好了 我们也准备 早点休息了 晚安了大白啊 晚安 刚准备睡觉 看大白的家伙真的是 听到外面有冬景啊 在这边 叫 外面啥呀 知道你 这么大冬景啊 啊 那继续叫啊